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话题是因为2024年大家都说整个市场行情会非常好 然后AI赛道是大家必须要关注的一个赛道 那很多人对Pokedot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平行链 然后以及Pokedot2.0的升级 总觉得Pokedot和AI以及最新的话题非常远 今天我们介绍这个主题就是为了改变大家 对Pokedot的这个刻板的印象 然后来告诉大家利用Pokedot的底层是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的 然后Pokedot的生态也有和AI这个紧密相连的项目 并且它的生态非常好 它的用户也非常多 然后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好 所以是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的这个项目和一个机会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 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屏幕 好 要了解这个 好 要了解这个 Orange Trail这个项目 我们可以 我们首先 可以从这个 它的首页这句话来 来入手 它基本上涵盖了 这个项目的核心的 这个 就最核心最核心的精华 就它是做什么的 然后它的技术特点是什么 那这里边有两个核心词汇 是需要这个 拎出来讲一下的 那就是 这个值得信任的 然后就可信的 这个知识 以知识为基础的 然后这个AI时代的 以这个 就是AI时代的 然后可信的 一个知识的foundation foundation我们是基金的意思 但这里就是一个 一个基础的意思 就是一个聚集地的意思 那 那其实 这里边的一个核心词汇 就是这个 knowledge foundation 那它只是这样来形容 是因为它可能这个 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 晦涩 但是其实它的核心 它的核心 核心的技术点就在于 它们是 做了一个 去中心化的知识图谱 然后 这个 这个 AI时代 一会儿再讲 一个就是 它们做了一个 去中心化的知识图谱 那 那什么是 这个知识图谱 然后如果想了解这个概念 想了解这个项目的话 知识图谱是必须要跟大家解释的一个词汇 那所以我们先 我们问一下ChatGPT 然后看看GPT是怎么跟我们回答的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ChatGPT 知识图谱是什么 然后它给我们的回答是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字 我就给大家读了 可以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 就是可以看最后一句话 就是知识图谱能够描述复杂事物和实体之间的关系网络 然后前边它讲的也很复杂 说在知识图谱中 节点通过代表实体 如人地点事物 然后 而什么 这个表示实体之间的关系 这些语言都非常晦涩 用大白话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知识图谱 其实就是一个数据管理方式 它所谓说的这个节点 就是人啊地点啊事物啊 其实就是你 这个为这个数据库提供数据的一个切入点 你可以是一个人提供了这个数据库 然后也可以是 一个公司 然后也可以是 这个 其他的一些主体提供的这些数据 其实这些数据就是一些资料 然后也可以是数据 也可以是文字 各个 就是 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 那这样讲还是有些晦涩 给大家举一个非常 这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假如说我们用推特举例 哦 这里 这里不是推特 哦 那我就 就是 我假如说给大家用推特来举例 那这个 这个 知识图谱是具体是在哪一个环节呢 就是 我们 就是凡是使用过推特或者是微博 如果没有人 如果我们用户有些是没有使用推特 用微博的话 其实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不论是推特还是微博 它的特点就是用户要发很多的信息 然后 而且 而且你在注册微博或者推特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些选项 就是让你去选你喜欢什么 你喜欢什么话题 然后你喜欢什么内容 然后让你选这些 然后他们就会根据你选择的内容 把一些合适的人 以及合适的文章推给你 然后 然后它其实 就是 这是我们用户可以感知到的部分 那它背后是如何推给你的 然后它为什么可以把这些人推给你 和你联系起来 其实这个就是 背后的这个技术逻辑 就是它的这个知识图谱 就是我每个用户的 发布的所有内容 然后我注册的所有信息 其实它都是在一个数据库里面 进行了整理 然后并且根据数据库的特点 然后和每个相关联的数据相关联 然后推送给你这些你相关的东西 这个就是知识图谱 所以如果你一下子看不懂 不用慌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普通用户 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部分 它是 一个应用它的底层的一些数据 那这个数据 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非常重要 然后为什么Oringtube要做 这个web3的这个知识图谱呢 其实知识图谱 在google 在 这个 像google 像facebook这些大公司 他们都有自己的知识图谱 就这个已经非常成熟了 用在很多的很多的地方 然后并且是经过的web2这么大规模的应用 因为你可以理解为是已经经过了一个 一个 一个大规模的测试 然后实际应用的 大规模的这个应用 其实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为什么还要做去中心化的呢 因为 因为中心化的 特点以及被诟病的地方 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就是如果大家对互联网行业 发生的大事有所 有所这个 有所细致的话 就知道google曾经就是把自己google 还有facebook 包括facebook 把自己的数据卖给了第三方 然后这个第三方其实是政府 是哪个政府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说了 是一个欧洲的一个政府 然后把这些数据卖给这些政府 做数据调研 其实这些 这还是一个 不是特别恶劣的行为 而且是被报道出来了 那有很多可能卖数据的行为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然后 但是这种 如果你的数据 如果你的这个应用 后面的知识图谱 是这种中心化的 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的隐私 得不到任何的保障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Orangetil 最初的项目的一个初衷 就是为什么要做一个 去中心化的知识图谱 然后 这个 那 那其实最早 这个Orangetil 是 这个 是为了做一个 去中心化的图谱 它的最多的应用场景 其实是应用链 然后 但是现在的话 大家可以明显感到 感觉到 它这个 这个title里面 这个AI 是放在了首要的 大字母的位置 因为这个 从ChatGPT出现以后 然后把整个 2023年 就ChatGPT出现以后 把整个AI的进展 都推进了 普通大众的生活 我相信在ChatGPT出现之前 很多人 总是在各种新闻里面 会看到AI 但是 AI还是处于一个 就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阶段 或者你使用频率 特别低的阶段 就是 作为我个人 我作为一个 就是非常普通的 这个上班族来说 我什么时候会用到AI 我就是 在去 在去这个 可能是在 在去这个饭 就是去住酒店的时候 会发现有一个 这个AI机器人 然后是一个 很智能的一个机器人 然后给你送房卡 然后给你 给你把这个 你点的饭 或者饮料 给你送到房间 然后还会自动的 这个叮咚 这个自己去响铃 然后来引起你注意 让你给它开门 然后你就在这个酒店 走廊走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小机器人 走来走去 还有就是可能 可能我们还能感受到 就是什么 AI智能家居 然后窗里能自动开 这些 但其实这些 还是处于一个 概念型的阶段 大家总是在提的 AI机器人 然后包括自动驾驶之类的 我们实际用户 实际的普通人来说 不太能够感受得到 但是自从 ChatGPT出现以后 整个把AI 融入到了每个 一部分人 至少是我们这些 经常要跟电脑 数据 就是打交道的 这些上班族来说 还是相关性非常大的 然后就是 把它的使用频率 就跟我们的距离 拉得非常近 我们使用频率 基本上是天天都要 使用ChatGPT 然后这个 也可以帮很多人 省大量的时间 所以就是整个 2023年是把 把这个AI 人工智能 整个推进了 每个大部分 普通人的生活中 然后是把整个 AI 这个AI行业 整个往前 推了一大步 所以 那 那就是 在AI行业的话 其他背后的数据库 如何管理之类的 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那数据的算法之类的 ChatGPT 已经实现了很多 那数据的管理 之类的 其实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和AI信息相关的词 所以说 这个Orange Trail 也是一个 和时代 这个紧密贴轨的 一个项目 然后就是 马上他们就把 这个 去中心化图谱 和这个AI 结合到了一起 然后一会儿 我们会给大家 介绍一下 他们这个 他们这些 利用他们这个 去中心化图谱 可以做哪些应用 然后AA的话 他们也是 上线了一个 这个对话框 就是像 ChatGPT一样的 一个对话框 其实可以用在 很多的领域 一会儿我们可以 体验一下 那这是 Orange Trail的 一个核心 就是 也就是我们今天 今天分享的 一个主题 就是 AI 然后和 知识上 知识资产化 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那我们可以再 往后看 然后这个 就是 就是他的 一个 基本的介绍 那就是 知识资产化 他就是你 就是在 你 比如说 我用推特 然后我提供了一些 信息给这个数据库 但是我获得不了 任何东西 但是在 Orange Trail里边 你如果是一个 提供信息的人 你提供信息 提供这些知识 是可以作为一个NFT 然后这个NFT 是可以交易的 可以换钱 所以他 就是这么直白的 叫做 这个 知识资产化 然后他的技术底层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Decentralized Knowledge Graph 就是 去中心化的 知识图谱 然后 这个 就是 我们明白了 去中心化的 知识图谱 以及它和AI的结合 技术的部分 我们就 就不讲那么多了 因为讲太多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是真的感知不到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些应用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就是利用这个 去中心化图谱 它是可以把很多的 这个 个人信息和企业信息 汇聚到一起 然后用在 很多不同的领域 它给我们举了几个 大概的 方向 就是 供应链 供应链 然后这个 生命科学 然后以及 这个健康 然后元宇宙 以及其他 然后 我们可以 往后看一下 就它这个供应链 其实应用是非常广的 后面我们会看到它 跟一些很多大企业的合作 这是他们的价值观 然后 就是简单点一下 就是个中性 包容和实用性 然后他们比较中性 这个中性是因为他们不可能 他们不需要 他们 他们就是坚持不对任何提供的知识 做评价 就是你提供的任何知识 不管是好还是坏 我是不做任何评价的 然后保持中性 才能有很多人不断地提供各种 多方面的信息 然后包容 就是对于提供者非常包容 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提供 然后 这个应用 就是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我们下面会举例子 对 然后这个是 是 最早的一个Oringer的 Oringer的应用 就是他们是和一个 非盈利组织合作 然后这个非盈利组织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是可以查一下 就属于这个 还是挺有名的 然后在 这个非盈利组织 是他们的一个起义点 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给他们 带来的非常非常多的 合作伙伴 然后包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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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沃尔玛呀 之类的 沃尔玛 还有这个 其他的 沃尔玛 Google 然后这些 其实都 都有跟他们合作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 一切打开这个 合作世界的一个窗口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如果了解这个组织的话 可以让你对这个项目 有更深的了解 就觉得他的背景 是非常扎实的 而且给人的感觉是 他们在 真的是 呃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很 就是收到了 web2和web3 呃 就双 就是无论是web2 还是web3人 都是非常支持他们 嗯 然后大家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就是就是这里有一个 british standard institution 就是这个是英国的标准协会 他们也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但是一个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 这个呃 这个组织 他们是用自己的这个知识图 做了就是利用这个这个底层 做了一个供应链 呃 然后然后他们是把很多呃 就是经过这个british standard institution 就是经过这个英国的标准协会 颁发的这个证书 然后给上链 因为有很多的进口和出口 他们都是需要有这些标准的 就是有有很多的证件的 然后这个上链以后的话 是可以进行交易 然后就是你的你的东西 就不用重新再去做这个 做这个审核了 然后你的东西卖出去以后 你这个你这个直接可以交易 然后在链上进行交易 有可追溯 然后然后所以就是可以为大家 省非常非常多的钱 这个是他们打开整个供应链 金融的一个一个开始 然后因为这个事件是 就是开始把自己的 自己的整个业务打开了 然后后边他们 scan是一个 也是一个扫描协会 然后类似吧 就是可以把你扫描的文件上链 所以他们最早真的是做 这个供应链 供应链出身的 是和web2紧密相关 就和日常生活是紧密相关的 然后接下来他们 就是ority 却又还成为了 破碰到的平行链 然后这个 Warmount 就是Warmai之类的 这些都是他们 这个 这个后边逐渐打开的一个合作 然后这是他们的团队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然后他们两个团队 成员就是之前 我都采访过他们 就是其实我是采访过 还挺多团队的 但是他们是 可以说是我印象最深刻 最深刻的一个团队 就是非常非常的专业 从这个 就是 就是可能 只是一个很小的 这个视频的采访 他们就会把整个视频的 每一个角落 都会就是设计的 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精密 而且他们 创始人非常的 nice 就是 就是你跟他们聊天 就会觉得他们 没有 没有一些 就是自己 自己 自己这个项目 已经做了 做了这么久 然后做了很好 也做了很多成绩 然后会讲一些 比如说 很很很高的东西之类 但你跟他们聊天 完全完全体验不到这些 他们会把 会把 会把自己理解的东西 用尽量 就是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非常平易的方式 然后告诉给用户 告诉给大家 所以他们整个 所以他们整个的团队 就是 就是 真的是 首先是 是web2比较成功 然后转型到web3 也是非常的谦虚的一个团队 而且非常勤奋 然后 如果看到他们社区的话 也会发现 他们确实是做了 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顾问 然后最牛的是这个 Maticare 然后 这个 他应该是 互联网的鼻祖了 就大家如果 特别了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这个 Oranchail 他们做的T恤衫 就是把这个 Maticare 他的头像 就做到T恤衫上 然后作为自己的宣传 然后 也是非常惊讶的 当时采访的团队 也非常惊讶 就是他们可以请到 就是这么大咖位的 一个 一个 一个大咖 然后 就是一个互联网的 这个前辈 来做自己的 Advisor 所以他们的实力 就是他们的背景 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这是他们合作的一些 团队 就是合作 就是 就是 特别要拿出来 强调的一些团队 看一下 就这些 这 这些是 这个 Parity PolkaDot 然后这些是 PolkaDot生态的一些 一些兵型链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 这里边都是Web2的 很多都是Web2的团队 有很多大的公司 为什么大家都 都能看到 他们和这么多合作 因为他们是技术底层 其实技术底层 这个东西和应用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Google 这个对话框 我打开以后 就是一个对话框 是吧 就是它是一个单独应用 但是Google 你用的网络 是一个公共的基础设施 然后你用的这个 路由 是公共设施 包括你用的这个 这个IP 这种协议 然后包括什么 HTTP这种 这种 这种网络形式 其实都是一个基础协议 这些都是一些底层 然后 所以去中心化图谱 也是一个技术底层 就是很多应用 都是可以用到这些数据库的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 合作的一些很大的项目方 大家可以看 就是很多很多Google啊 是最明显的Google啊 然后其他的 其他的 如果大家比较了解这些的话 这个 就我没有记错 这个是德勤 对 然后就是 可以看到他们的合作背景 确实是 确实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 然后 另外他们和很多 这个 政府合作 就是 这个是 美国的 消费者 安全学会 然后 这个NGI 还有什么 对 NGI 然后这个 食品安全协会 这个是食品安全协会 然后跟这些合作 就是 这个 其实跟政府合作 就非常底层啊 还是跟供应链有关系 就是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知识可以上链 上链以后 然后 然后这个 这个 能够保障 这个数据的不可篡 篡改 然后 以及安全性 然后 这个 就是 在做更多的应用 这个是 跟政府之间的合作 其实我认为 跟政府的合作 是属于他们初期的阶段了 因为初期 这个 大家如果 如果在区块链行业比较久的话 其实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 就是在 供应链金融 算是一个 很火的赛道 因为这是大家 在当时的想象力空间内 是 能够看得见 没得着的 然后也最接地气的 一个应用 所以其实很多人 做了很多的尝试 但是很多人的尝试都 都是 没有打开 确实是没有打开 这个市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在 在那个时期 已经 已经把市场 做得非常好了 然后跟一些 很好的企业合作 然后跟一些 跟一些比较 比较这个 有名的 比较这个 相关的 这些政府部门合作 也确实是 也确实是 做得非常好 然后这些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一一点开看一下 然后 大概点出来的 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 这是他们的一些 合作 然后我还是认为 这个 这里边的介绍 还是偏早期一些 就是可能是在 这个2023年之前的 之前的主要的 发展方向 然后但是 在2023年 他们确实更新的 非常非常快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首页 有一个条幅 这里 这里给大家标明了 是一个 是一个beta 但它就是 和AI的 最直接的一个结合 然后这个 就我们这个 AI AI 到底用在哪里 然后 之前我们提AI 就是机器人啊 之类的 对吧 然后现在提AI 你可以 你可以等于 约等于我在谈论 我在谈论 ChatGPT 可以 可以这么讲 然后所以他们 利用自己的 这个就是他们的 数据底层 是自己的这个 去中心化知识图谱 当然算法 要什么的是 肯定用了 肯定是结合了 这个ChatGPT 然后来实现 这个对话框 看起来啊 就用户层面来说 其实 不会看到底层的 就我们用户来说 即使区块链 技术发展的非常好 对于对于 普通用户来说 不会给你 设置的非常多的门槛 就如果你用起来 都不会用 就只能说这个 这个他们 他们这个 这个技术 他们的底层技术 还没有做好 所以没有精力给你做前端 然后就是 如果他前端做得非常好 然后你体验不出来 是在用区块链 其实是 是真正对的事情 就现在很多的 这种Web3应用 不太好用 可能这是因为 这个他们在底层 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了 因为底层是核心 有很多技术困难要克服 还没有到这个应用层 但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很多的Web3应用 你如果 你如果不知道 它是基于区块链底层的话 你只是看应用来说 其实是看不出区别的 这个大家可以随便看一下 就是可以随便问一些问题 它下面有一些就是示范 大家可以点进去随便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反应是什么 这个是关于 orange chill的一个问题 然后正在思考 我觉得是我的网 比较卡的问题 我前面是试过很多次 它还是非常快的 我可以再刷新一下 好 对 所以它 我觉得是我的网的问题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进去体验一下 然后 这个就是他们的AI产品了 然后我们往前看 它的一些应用 就AI方面的应用 然后其实它也可以 把自己的数据库 提供给这个open AI 然后这个数据的话 就是区中进化的 然后还有一些 这个知识图谱 知识图 然后是 然后这些是已经在做的 知识图谱 然后也可以采用这个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对话框 其实也可以 也在采用其他的这些 的知识图谱 所以还有钱包 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 支持的钱包 工具 对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就这个是围绕着 他们这个Origal Origal这个AI 然后的一些生态 可以跟它相关的一些生态 对 然后 这个往上点 这里就可以看到对话框 然后对话框就可以 去可以问问题 再试一下 对 我是其实想让它 跳出这个框框的 然后 就这个对话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是可以去试一下的 然后 这个 他们 就刚才那个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了 上面还是处于测试的阶段 然后在测试的阶段 大家可以做什么事情 然后重点来了 敲黑板 重点来了 这个是可以跟普通用户相关的 就是你可以获得利益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里 什么 就是 就是 你想 你想为这个 知识的基础 就是它这个 去更化知识图谱嘛 就是一个数据库 知识数据库 你想为这个数据库做贡献吗 就是你可以 参加他们的创始版本的 知识挖矿 然后 那 怎么参加这个 创始版本的知识挖矿的话 你只需要提供自己的那个 提供自己的邮箱就可以了 然后到时候 它会 上线以后 会发这个 发邮件给你 你就点击去参与就可以了 然后具体的内容 你可以点击这个blog 然后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 你没有必要从这里 去进入到它这个页面 你只要进入它的网址 可以看到 它这个首页 这个banner非常清楚的 就把这个 已经讲清楚 就是显明清楚了 你只要点进去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这就是 它的 和AI的结合 然后 并且 这个是和AI的结合 并且是和大家 息息相关的 然后马上就可以参与的一个地点 一个点 就是可以参加它的知识挖矿 然后现在的阶段 就是你提交邮箱就可以了 然后如何去参加呢 就是他们的网站打开 他们的网站打开 上面 你看这个紫色的banner 这里有explore 你要点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 好 然后 关于这个知识挖矿 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知识挖矿 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他们media 有篇文章 感兴趣的话 都可以具体搜一下 看细节 总结下来的话 就是 总结下来的话 就是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 目前是处于测试阶段 然后还没有完全上线 你如果想参与的话 就按照他们网站上的要求 提交一下你的邮箱就好了 你就会被列入这个 wait list里 然后到时候如果开始的话 会发邮件给你 第二的话就是 你会获得他们的这个平台的 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Oritual 是有这个token的 是有token的 但是呢 他们在 Polketot的平行链 他们 他们不只是在 Polketot的平行 Polketot上部署 他们在很多链上都部署了 然后他们在Polketot上 有一个平行链 然后他们本身在 Polketot上的 Polket上的通证 是这个Oritual的代币 是这个Oritual的通证 但是呢 他们这个知识挖矿 马上就要上线了 上线以后 他们会就做一个 全新的升级 然后升级完以后 就他们之前的 那个Oritual的通证 然后会变成一个 新的通证名字 然后作为奖励 发给大家 然后因为这个Oritual的通证 已经上线很久了 就大家可以 在CoinMarket的cap上 可以看一下 就已经上线很久了 然后而他们 这个知识挖矿上线 会把这个平行链的代币 改成另外一个名字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大家都知道 有预期的时候是最好的 新的什么是最好的 然后这个机会还非常大 所以大家可以 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 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挖矿 然后第三点就是 第三点的话 就是目前还是早期 然后AI这个赛道 就是不用我多说了 就是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 就AI这个赛道 大家可以看很多这个 我们区块链媒体的一些文章 就是不断地在说 AI肯定是这个2024年 这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赛道 然后就是将要爆发的一个赛道 然后所以而且2024年 包括道德的2.0也会上线 然后也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阶段 然后又是一个AI的项目 又是一个AI和AI直接相关的项目 所以就是也是非常直接 值得大家关注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项目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 就再回到手艺 也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那Orangetail是一个 就是这个Pokedot的平行链之一 然后它的专度方向 就是区中心化知识图谱和AI的结合 然后目前正在这个推行 这个知识挖矿 现在在测试版本 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 就可以点这个Explore 去按照这个按照它的提示 提交你的邮箱就可以了 然后所以总结下来就是 2024年的Pokedot 然后加区中心化知识图谱 加知识挖矿加AI 就这个项目是把三个核心词汇 结合到结合在一起的这个项目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 那怎么关注的话 我还是因为我是没有办法发链接的 还是这个老办法 大家可以去推特上搜他们项目 就是推特上是最 最直接的 Orangetail Orangetail 然后你就是翻一翻他的推特 基本上还是很容易辨别真假的 然后从这个他们的网页进入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他们的网页 大家这个 就是进入就可以了 如果想了解更多 大家就可以随便看一看 上下翻一翻看一看 还是很丰富的 然后如果想直奔主题 就上面有个banner 然后点进去参与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 所以这个项目介绍大概就这么多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 可以现在问一下我 就我给大家回答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 就先到这里 就是可能有很多新来的小伙伴啊 就是还在问一些 就是还在问这是哪个项目 然后 这个去哪里找 然后 就是 你就是有说 点不进去 就是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这个科学上网 是不是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科学上网 你这个要 科学上网才行 对 嗯 很简单 就是用什么邮箱 你就点进去 什么邮箱都可以 只要能收邮件的邮箱就可以 QU邮箱也可以 你看这个是生态 然后这个是chat里 换一下 随便打一个词吧 从这里是可以进入 但好像 嗯 我看一下 嗯 就是你在这个对话框里边 输一下 他就会出来这个 链接 随便输一个什么链接 就是你 我就说了个你好 然后他这个链接就出来了 这个是比较直观的一个办法 然后如果 我觉得这样早还简单一些 但是这个看起来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这个 这个好像是应该去这里找的 那你可以去他们的官网上 可以去他们的推特上 找一下链接 看来最直接的办法还是刚才我那个办法 就如果你去推特上的话 呃 是要稍微稍微有一定点复杂 就你要翻一翻 在后边 呃 然后因为他这个项目的话 呃 他现在是Oritual 然后他在Pokedot上Pokedot上现在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名字 所以 简单起见 大家是可以按照我刚才那个非常粗暴的办法 去找 就如果 还想这个 还想这个更准确一些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呃 就是邮箱版定完的话 你就等邮件就可以了 现在是测试阶段 然后测试阶段的话 就是呃 你现在提交邮箱的话 他就会把你放入到他那个 waitlist里 就是等待名单里 然后到时候开始上线以后 他会发这个 发这个 发这个邮件给你 然后会给你发教程 嗯 然后 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嗯 嗯 嗯 就是 我现在给大家再找一下吧 推特上 哦 大家也可以进入他们的社区 就是他们推特这有个community 大家可以去呃进入他们的社区 然后里边可能能获得更直接的连接 对 就是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其他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 直播就先先到这里 我看一下评论区吧 哦 没有回答你 你忘了什么问题 sorry啊 我去看一下 就是我没有看到你的问题 你可以再问一下吗 哦 OTP有什么用 就是 OTP它的应用场景 呃 目前OTP的用途是治理 就是你可以参加他们的治理 呃 消耗朝景 至少在Polketo的平行链上没有 对 对 所以OTP现在的主要用途还是治理 哎 我是想给大家找一下那个 入口的 所以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来找吧 还更简单一些 如果你找推特的话 确实要翻一翻才能翻到 这样子的话还确实更简单一些 直接点入这个对话框 点个你好 它就出来了 还是更更简单的一个进入办法 嗯 好的 就是 这个没有更多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时间 然后 呃 我们 呃 每个月都会有这个 呃 Polketo的入场 就是基础 基础这个 这个 这个基础支持的普及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些非常 就是 就是Polketo的方面 非常基础一些概念 给大家答疑 答疑解惑 比如说呃 Cortime 也要 比如说XCM 也要 比如说这个 一些项目新的概念之类的 会在这个这些直播里边 给大家解读 然后大家以后可以带着问题来 就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可以可以问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福利专场 就是我们会跟 Polketo的生态的很多项目 合作 就是他们可能 可以出了一些激励活动 然后就是 有福利的 有直接福利的 然后会给大家要一些 然后在直播间发给大家 然后同时我们还有这种 每个月会请一些优质的项目 来来谈论一些项目进展 以及最近的热门话题之类的 然后让大家 呃 和呃 每个项目的创始人 然后有 有这个非常近距离的沟通 可以从他们身上 看到很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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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 然后也有 这个 每个 每个项目的专场 就是会请项目的 负责人过来 然后专门做一个项目的专场 所以 呃 我们是希望可以帮助 这个 我们Polketo的小伙伴们 从各个方面不断地获得 这个 Polketo的生态 最新的机会 也非常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继续关注我们 然后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先这里了 感谢大家